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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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USUJISU PURISAYUGESU ATTAJABUGALA RAMADA SATE SANGGAMI MAMSARA NAHTAMU PIN ROOSH ARBIT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早上教各位念佛 你要承担佛的事业 所以你要观想你变成阿彌陀佛 好不好 这个叫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就是 你要变成观音菩萨 你要变成阿彌陀佛 特别在利益超度众生 你要变成观音菩萨 所以现在念翁阿彌 念翁阿彌的时候 小字的时候念一下 念诵时 以震动胸腔为主 感觉是从全身 八万四千个毛细孔发出身 其身片满十方虚空 就是我们 你要观想你的身体变观音菩萨 每一个毛细孔都变成极乐世界 所以你的身体大得不得了 所以你在念翁阿彌陀佛的时候 每一个毛细孔 这个叫呼吸就是修行 每一个毛细孔就出现光 声音食物功德 供养十方上下众生 这个就是阿彌陀佛叫无量光 阿彌陀佛叫无量光佛 所以各位我们也要学阿彌陀佛 修无量光 阿彌陀佛为什么无量光 你每发一次愿就一道光 所以各位你在路边看到别人跌倒 愿众生不再跌倒 你在路边看到别人很有钱 愿大家都有钱 你要一直发愿 你经过一个医愿 那你要愿众生都消除病苦 你看到人家做生意 愿众生事业福报大 你要一直发愿 所以三大阿僧琪节修菩萨道 中间的一大阿僧琪节叫发愿期 就是说你要每天不断的发千百万愿 而且你发的愿 你还真实想要这样去做 所以各位经过学校你要发愿 愿所有同小朋友都健康 好好读书孝顺你要怎样发愿 你不能自私 当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病好就好了 对不对 你要发愿我去医院的时候 愿所有的病人都好起来